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心情愉快 性之所致 便于南楼执笔为无用时绘制复春江一带的景致 因为长云游四处 所以复春山之徒便陆续地画了三四年之景 制正十年的端午节前 八十二岁的皇公望画成生平最重要的名作 复春山居图 在复春山居图完成后的数百年间 历代的书画家 收藏家 对这幅画都相当重视 并在提拔中称颂皇公望卓越的艺术成就 并赞誉此画的笔墨 犹如王羲之的蓝亭絮 圣而神矣 究竟这卷复春山居图有何特殊之处 能让后世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 而备受珍视的复春山居图 又为何会受火毁损 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流传史实 黄公望居处南方 绘画风格以善画江南景致的董元 巨然为师 董元的龙肃交明图中 画家以圆弧的线条勾勒出层层堆叠的山形 以长短尖湿的披麻村 表现了山石松软湿润的质地 山顶上并堆叠着称之为樊头的小石块 左侧延伸隐沫的河流 则呈现了江南幽远深邃的水域景致 董具笔下的风鸾林路有许多樊头软石 层叠的树从暗示着远近空间 山谷中偶尔瞎促着乌雨防射 溪水尾夷流淌 一旁的点景人物 与小桥上行旅着 全幅体现了山林田居中 平淡而不是雕琢的义曲 黄公望除了远程五代董元 巨然 也学习同时代赵孟甫以书法入画 抒情写意的文人化精神 赵孟甫的雀华秋色图中 可发现许多源自于书法的线条笔触 这种潇洒简练 充满节奏感的线条 也出现在复春山居图的泼石水岸 而黄公望透过深刻的观察 对于自然山水所蕴含的内在精神 也有着独到的领悟 以主观协议的态度 重现心中感受到的自然物像 黄公望的写山水诀 便是将其绘画理念 转化成为文字的具体呈现 那我们把这个写山水诀里面归纳出几种方法 它说这个树四面要有枝 它树它一定有往前 有往后 有往左 有往右 它是一个立体的形状 所以那个树呢 有的树呢 它是垂下来的 有的树呢 是抬起头来的 样貌非常的多 至于说 它说那个山水画里面 可以布置一些这个乌设 可以在水里面 可以放这个小体 那这些点景物啊 都是让这个画 看起来有生气 整个画呢 就活起来了 还有它说真实看山面 真正的石头它是有三面的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二度空间的一个形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画石头的时候 它先画一个外面的轮廓 然后呢 再用这个勾勒的方式呢 勾勒那个春线 然后再去用这个墨色去渲染 那做画呢 用墨最难了 先用淡墨 即是可观处呢 然后用胶墨 就是用这个浓墨来破这个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由于常年活动于苏州 杭州及松江等地 黄公望 黄公望与当地的文人墨客 如曹之白 张宇 杨维珍 西藤栋梁 你赞等交往秘筷 迪森 鱼香互畅鹤中 激荡出独特的艺术成就 共同形塑 十四世纪元代后期文人化的世界 黄公望为元代四大家之首 其直书心意 重视笔墨精神的风格 影响了明代董奇昌 与清初四王等人 成为正统派山水化的司法典范 复春山居图也成为后世画家描摹的对象 明代四大家之一的沈州 原先收藏此画 在失去画卷后便背领了一卷 明代画家张宏也曾临摹过复春山居图 组建这幅画与画家文人间的重要地位 复春山居图在历代名家手中辗转流传着 最后由收藏家吴正志传给其子吴洪裕 清顺至七年 画家邹之林为吴洪裕写了一段长拔 从提拔上可看出吴洪裕对复春山居图所流露的真爱之情 由于吴洪裕对于此画真爱异常 竟在临终之时将其投入火中殉葬 其职吴真度虽及时抢救 但画卷其手部分已被火毁损 之后经过修补、装表 分为两幅画卷 也就是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吴洪诗卷 与浙江省博物馆的圣山屠 乾隆十一年 吴洪诗卷入藏清宫内府 但乾隆皇帝却早于前一年 得到了另一卷复春山居图 由于这卷画上 有提赠紫明影君的款式 因此称为紫明卷 乾隆皇帝对紫明卷相当真爱 时常展望提字 如今两卷复春山居图 具为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重要典藏 他先有了紫明卷的皇宫复春山居 他认为那个是真集 所以在紫明卷上面 它是落了很多它的丝把 那这一次呢 他只是请他的这个老师 梁思政写了个把 所以整个画的维持还非常好 三百六十年来 这两幅画都是分开的 那这一次的展览 也就是说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 这是三百六十年以来的一件大事 中国山水画 尤其是文人画里面的山水画 一般人都不太容易进到里面去 那这次呢我们想利用 就是皇宫望的复春山居图 让一般民众进到了这个文人画 看到了文人画的精神 那这次文人画的画面 就是皇宫望的 宫望的 那天 我看了一样的 我看了一样的 假如今天 我看了一些 这次文人画得外观的 那些人画得外观的 就是我看了一样的 我看了一样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